收到夾子 垃圾桶 学生民众以及海巡署人员 不为烈日当头 分头在海岸边捡食 沙滩垃圾 不到一个小时时间 就轻出重达1.3吨的垃圾量 有玻璃 有保利笼 有一些塑胶的产品 玻璃还蛮多的 而且有时候会有碎掉的玻璃 其实也很危险 其实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然后大家都没有公德心 然后去维护生态环境 玻璃 响应每年6月8号 世界海洋日 海巡署东部分属 在台东国际地标 办理拥抱海洋 幸福共好敬滩活动 号召地方机关 学校近400多人 顶着摄氏30多度的高温 检视沙滩垃圾跟废弃物 用身体例行的方式 提倡爱护海洋 海岸的环保观念 当然会伤心 要不然你看 有木头的 你看都乱七八糟这样 当然是说 希望说我们 就在台东的 要维护我们的海边 人类造成的 不然就是 要丢垃圾的时候 准备一个垃圾袋 自己带回家丢这样 最主要还是以塑胶 塑胶类为主 都有一些 那个宝特瓶 还有一些 民众喝完的 一些塑胶罐 宝特瓶 民众个人的 这个生态的观念 还是要再多多强化 那当然从海上 飘过来的 这些垃圾 那我们 最主要是 也没有办法 这个融解掉 蔚蓝的太平洋海景 结合造型装置艺术 台东国际地标 每年吸引大批游客造访 也因此产生许多 人为垃圾 海局署呼吁民众 在欣赏美景同时 也能将自身垃圾带走 一同维护海岸 环境生态 美食新闻 直播台东市 采访报导